中文字幕志愿者 被救出来的时候 他的手臂有受伤 不过警方说 看起来好像是 单纯的新车纠纷 只是砸车又压人了 怀疑内情不单纯 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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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到路人嫌犯 警方立刻拔枪 鹤立车上两人下车爬好 两名男子吓得高举双手 刚刚砸车 路人的痕迹都不见了 马路上有碎掉的汽车零件 车灯罩也裂了 5号凌晨1点左右 烟熙男子开车 疑似布满被陈姓男子超车 竟然一路尾随到 前阵的翠根北路 还找来另外6部车 包围砸车 吓坏了陈姓被害人和女友 但一伙人不止砸车 还把人给压走 警方货报以车追人 一个小时后 顺利在市区 烂到嫌犯 见快打部队出现 嫌犯一改逞凶时的狠样 乖乖上警车配合调查 警方也顺利救出了 遭露的被害人 警方调查 眼性男子是从北部南下高雄 对于单纯的行车纠纷 演变成汽车压人 怀疑原因可能不单纯 目前正循现追弃 其他涉案人车 要进一步厘清调查 华世新闻宋文娟娟许富杰 陈信仁高雄报道 警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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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调查